不要吃太多红肉 红肉和白肉有什么区别 顾名思义 红肉除了新鲜时呈红色以外 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较高 白肉新鲜时呈白色 饱和脂肪酸含量较低 一般上牛羊猪等哺乳动物都被归类为红肉 禽类和鱼类则列为白肉 红肉一天的摄取量不能超过42克 白肉也应该限制于100克之内 美国夏威夷大学癌症研究中心指出 如果每天吃50克以上的红肉 那么罹患一线癌的几率将增加50% 除了一线癌 红肉吃得越多 患上结肠癌乳腺癌的机会也越高 对此 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也打响少吃红肉 改吃鱼肉的口号 尤其牛肉含有致癌性的恶臭乙拳 Acetyldehyde 是中国回族高发胃癌的主因之一 您知道吗 猪肉其实也是红肉 在马来西亚 华人是最大的猪肉市场 尤其肉骨茶更是华人的最爱 因此 华人也成为了马来西亚心脏病和中风的高危种族 猪肉的脂肪量非常高 而且商业化的猪肉还被喂食化学饲料 尤其猪肝猪血猪肺所含的毒素更多 有味猪农也自爆 猪肉太毒 自己从来都不敢吃 看来还是少吃猪肉为妙 祝您更健康